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孔甫家是宋穆公时期的大臣 当年 宋穆公是继承了哥哥宋宣公的军位 因此 他一直很感谢哥哥 并在临死前把哥哥的儿子羽衣托付给了孔甫家 要孔甫家拥立羽衣为国君 还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宋的郑国 孔甫家按照宋穆公的意思 让羽衣做了宋国的君王 就是宋商公 宋商公喜欢打仗 在魏十年 共打了十一次仗 如此频繁的用兵 自然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孔甫家是宋商公的大司马 说一不二的众臣 人们捎带着对他也很不满意 这份不满后来被人利用 成了杀死孔甫家的一种力量 利用了人教华都 是孔甫家的同事 位置比孔甫家要低 但被孔甫家顾目大成的身份 羡慕得要命 又因为华都和公子冯关系好 自认为和孔甫家是两条战线上的人 因此一直对孔甫家怀有敌意 这时候 一个女人的出现 让华都加速地害死孔甫家的步伐 她就是孔甫家的漂亮老婆魏氏 孔甫家的老婆魏氏是个大美女 她在一次出游的时候 被华都看到 质疑 华都就呆了 她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魏氏 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华都还难难地评价 真是又美又艳望 回去后 华都对魏氏念念不忘 睁眼闭眼是魏氏美丽的身影 简直就是一个神魂颠倒 为了和漂亮美眉耍一耍 为了把魏氏抢到自己家 华都开始制造舆论 说宋上宫在魏十年 共打了十一次仗 这都是孔甫家在背后捣鬼 这样的人不能领 我要为民除害 饱受战乱之骨的士兵们 不知道这是一场阴谋 跟着华都冲进大司马府 杀死了毫无准备的孔甫家 而华都则一举两得 不但得到了孔甫家的漂亮老婆 魏氏 财产 除了阻碍她升官的绊脚石 宋上宫知道孔甫家被华都杀死后 很生气 扬言要为孔甫家报仇 结果 华都一不做二不休 又杀了宋商公 迎回公子冯 这就是宋庄公 华都继承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宋国丞相 又得到了漂亮MM卫士 可怜孔甫家成了这场烟狱的牺牲品 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 因为老婆漂亮被人杀死的大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